Hello 大家好 咱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白张飞速通记录保持者是怎么打boss的啊 首先是第一关啊 一顿粘住啊 前前撞123 前前撞123啊 就这么一直打啊 但是一定要注意得错位打 白张飞这个角色的话 他虽然说整体上来看他伤害不如魔张飞高 但是他绝对比魔张飞秀啊 一方面来讲是他这个狂风势能击飞 另一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他这个神龙白尾啊 暴气的神龙白尾伤害那是相当高啊 小时候大家玩白张飞应该不会说暴气去用这个神龙白尾啊 一是不好控制 二是舍不得啊 小时候大家应该都是留着能量保命你是吧啊 用必杀 反正我小时候啊 不会暴气的啊 都是把能量给用成必杀啊 就是危险的时候 或者是说凑一下伤害啊 这边来到夏侯渊 首先先把追地给他追完 这里吃了这个白干酒 然后再继续使用神龙白尾 哎呀 还有一个低空的横扫千军啊 低空的横扫千军是为了补一下伤害 但是一般补不着啊 有时候能补着小兵 你看看 再是 而且这神龙白尾伤害太高了啊 最后前前撞 把这个炸花给撞出来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 撞出来炸花之后一顿挨揍啊 最后前冲 一个雪沙 还是想吃这个道具 这里来到了杜之哥 看杜之哥的啊 哎杜之哥真的不是我瞧不起你 你啥也不是啊 小时候最喜欢打的boss就是杜之哥啊 他起身啊 你看他起身之后 他起身只有往前卷 往前卷还好一点啊 要不然就是 哎 一个隐身往前跑 跑完了之后 你就等着挨打啊 这边来到了张辽啊 看一下辽哥 把张辽的话应该是预留了一个气啊 一条能量 看这一条能量能把多少 神龙白尾 再给毒啊 有毒就好一些 三世啊 平A三世 接神龙白尾 前前撞 这个毒想毒两点 没有毒到 再给神龙白尾 然后跳下眼泉 把兵给清掉 再 哎呀 去这神龙白尾给打的 行了 最后就不用了 啊 最后就直接粘住打 追地 完了 没追起来 这好难受 过去 啊 完了 节奏乱了 越着急 越挨揍 越着急 越挨揍啊 最后再补一个血伤啊 这里来到吕蒙 啊 到打吕蒙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一个12级 张飞的话 小时候 大家玩的时候应该都在等待着 哎 这个雪沙用的很及时啊 都在等待着到达十级啊 十级了之后 因为十级了之后 他这个拳就变得特别快 张飞十级拳又快又长啊 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且白张飞的话 血条也长 啊 小时候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角色 再给一个雪沙 把后边冰清一清 这边抓吕蒙的落点 抓得很棒 哎 这个升级很帅啊 升级断了他的节奏 这个升级很难受啊 让他 又去这两下秀的手法很棒 哎 就从那一个升级开始啊 从那一个升级开始节奏全乱了 啊 这边来到了沙漠科啊 到沙漠科这里的话 就是把他故意放出来 完事之后 先打陆逊 再打他 让系统误判啊 不用打佐词 飞盘 没打到 这怎么办 这飞盘没打到 很断节奏 应该是飞盘把沙漠科刮走 然后去打陆逊 越过沙漠科 先把陆逊打掉 这样就不用打佐词了 回去再跳下安全 这几下节奏很棒 再神龙摆尾 再给一个隐身一 一二三 再神龙摆尾 打走沙漠科 然后直接给陆逊带走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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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神龙摆尾 打陆逊的伤害 那也太高了 捡上道具 雪杀一手 再捡道具 哎 不着急啊 不着急 慢慢等 佐词还得等一会儿才出来 一顿秀啊 一顿秀 平A追递 这有点帅 最后佐词出来 直接把沙漠科打掉 然后登 抱的是佐词这东西 过关 这边来到徐楚啊 看打徐楚 徐楚这里的话只有一颗能量了啊 先追递 然后利用独家神龙摆尾 扔毒爆气 一二三 神龙摆尾 扔毒 防 一二三 神龙摆尾 再扔毒 防 前前撞 再防 毒 有两尺 再一个神龙摆尾 太帅了 这徐楚 打得太帅了 来到了盖割 嗯 白张飞打盖割 说实话 伤害 你不能说他但是 不是特别高 完了 位置不好 哎 给他打过去啊 不能让他去左边 因为左边有板边 你就看不着他了 标准的连段啊 三式前前A三式掉头再三式 完了 这个位置要把兵引出来 很难受 盖哥的位置落得不太好 一二三前前A一二三掉头 一二三 然后打一个蹲A收 不想把防盖打倒 哎 这小兵厉害 盖哥 完事起了一个小手榴弹啊 保护一下自己 但是也没保护住 这边来到了大马 打这个大马的话 小道具就很关键啊 哎 直接跑走了 扔小道具 一二三前前撞 一二三再一二三 最后接个蛮牛士 然后小道具找回来啊 你看他们这个小道具 用你非常棒 你再回来 这边来到了魏延啊 先起一个电书 这个电书是为了把这些天甲兵给清掉 然后一一颗能量啊 一颗能量啊 一颗能量 利用毒加神龙白尾 先把追地追完 毒 爆气 能够吗 一二三 神龙白尾 过来 再扔毒 防一手 一二三 神龙白尾 够 这伤害太 太高了 这伤害 再一个毒 一二三 神龙白尾 再来一套带走 小毒标 一二三 神龙白尾 太高了 伤害 减上杜康九 看一下司马仪这脸 先是毒三点 完了 被挠了 这个血沙厉害 这血沙还能往回抠 完事 这一瞅 这个铁甲兵 就要打他 这个狂风 这个狂风 是故意的吗 为什么要把他打倒 这下没看明白 然后再跑过去 标准的一套连招 然后想 想继续打伪廉 但是 但是司马仪不让打 这司马仪有点不太乖 不过也没有关系 多倒地了 两次 差一点 还好是没掉命 最后到曹操 看曹操 给不给面子 曹操给面子 就直接给这组着 就给他带走了 不给面子也没事 不给面子就出来 出来 咱又隐身一 然后利用隐身一打 这里依然跟打这个第一关关底 是一个道理 占他上身位错位的 使用前前撞 然后打三世 然后掉头再打三世 前前撞打出来的平A是零级的平A 打三世 掉头再打这个21级的平A 打三世 一直这么循环 哎 这边直接给隐身一了 这点血给了隐身一后期 给神龙白尾了 就拿下 这神龙白尾加隐身一 伤害不要太高 好了 这边也就打完了 很精彩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见